无断增益 这样的人并非是自私自利的人 在我的法中 他们是排名第一的定子 所以我告诫你等天人和世间众生 即阿修罗等 你们都应当爱乐那极乐世界 修习这个法门 对这个法门要有稀有难逢的意念 对于这部经 要把它作为导师 要广而告知给更多的众生 得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成佛路上都不再退转 那些想见到和往生到那广大庄严 设受殊胜的美妙净土世界 圆满自己的功德的人 都应当发精进之心 听到这个法门 为了追求佛法的原因 心中不生退却 暴躯 惨媚 虚伪 即使投身在大火之中 也不应怀疑和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往生净土的无量意味菩萨们 全都是依持着微妙的念佛法门 并且能够尊重 依顺和听闻受持这一法门 不生违背 另外 还有许多菩萨们 他们非常想听闻此经 但却没有缘分 不能听闻到 所以 你们应当追求本经开始的最上法门 依靠念佛而往生净土世界 如果再来世 乃至正法疏落后的相法 末法时代 应当有众生在其过去世中积累功德 供养过无量诸佛 由于他往生往世以来所得到的 诸佛世尊的威力 所以 他能够获得现在所说的这一广大法门 摄取受持 将会使他获得广大一切智的智慧 在这一法门中得到解悟 获得大欢喜 从此将此法门广为宣说 欢欢喜喜地依此法门修行 一切善男性女都能依靠这一法门 无论她是过去世已求过 现在是正在求 将来是将要求的 都能够获得往生净土的大善利益 你们应当对此法门坚信不疑 积累功德善本 应当经常休息 使心灵不存怀疑 不受阻碍 不堕入诸天 声闻 圆绝二成 编地移成 等一切种类的 哪怕是争保修期的牢狱之中 弥勒 像这样一些再具有大威德的菩萨们 虽然能够开显佛法和种种方便法门 但由于他们不曾听闻此净土法门的缘故 有一个这样的菩萨 在成佛的修行路上停滞不前 或者打了退堂鼓 如果有众生对这部经能够书写 为他人 为他人演讲宣说此今 劝导他人听闻此今 不生忧愁烦恼 或更昼夜思念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功德 在修行无上活道的路上终不退转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临终之时 即使三千大千世界被大火包围燃烧 他们也能够超越并往生到那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在过去生中执欲佛陀 并得到诸佛的授记 得到过一切佛如来的称赞 因此你们应当专心信寿 持送宣说修行 我现在为助众生说此经法 让你们见到阿弥陀佛 及其他的净土世界 所有的这一切 你们应当做的 都可以去追求 不要等到我灭渡之后 又生疑惑 在未来世中 佛经都将灭尽 我以慈悲哀鸣之心 特留下此经再世百年 到那时候 若有众生得遇此经 随其心愿 都可得到救济度托 佛出现于世 难止难遇 诸佛所宣说的经法 更是难得难闻 遇到能够教化他人 使人蒙发善心 从而进入佛门的善知识 并听闻他说法 然后按照他所说的法去修行 这也很难 这也很难 你等听闻了这部经 而且要信奉授持本经 更是难中之难 若有众生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心中慈悲清静 欢喜踊跃 以致寒毛竖起百感交集 湧出泪水者 都是因为其前世都是修行人 所以他并不是凡人 若有众生闻听阿弥陀佛的名号 心中疑惑不停 对于佛的鲸鱼都不怎么相信 那么这些人是由前世恶道中来的 过去的殃祸还未了结 不可能得到病 所以他们心中疑惑 不相信阿弥陀佛的无上愿力 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真实存在 佛接着告诉弥勒菩萨 诸佛如来所宣讲的无上之法 实力无畏 自在通达 无所执着的深奥毅力 以及从生死苦海的此岸 到达涅槃解脱的将近彼岸的菩萨 种种智慧之法 并不是人人都容易有机会听闻听懂的 即使是善于讲经说法的人 也难以开示明白 义无反顾地精信这难于理解之法 在这个世间难于遇到这种人 我现在如理宣说这些广大微妙法门 十方诸佛都在赞叹 我现在嘱咐你等 你们应当守护这不经 这个法门 为了这世间有情众生 能够在生死长夜中得到解脱 不要让他们堕入六道轮回之中 备受痛苦 你们应当勤奋修行 随顺我的教诲 当孝顺于佛 常念施恩 应当让这金法 久传不衰 要坚持修行 使它不要有任何损毁和失漏 不要妄自增减 对这一经法 实时肃念 使它流传世代不绝 这也就得到了佛法的捷径 我的教法是这样 我也就照这样 如实地讲授给你们 如来所行 你们也应当随之而行 修善基福 一念专求往生西方 极乐净土世界 于是 世尊用宋记 来总结以前的开示 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 已曾公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 恶交懈怠即邪见 男性如来 微妙法 譬如盲人横处暗 不能开导于他 唯曾于佛职众善 旧事之行方能修 文语受持即书写 读送赞言 并供养 如是一心求尽方 决定往生极乐国 假使大伙满三千 成佛无德西能超 如来 如来深广智慧海 唯佛与佛乃能知 身闻易解 思佛志 尽其神力 我能测 如来功德佛自知 唯有世尊 唯有世尊 能开世 人生难得 佛难指 信惠焚法 难中难 若诸有情 当作佛 行超普贤 登彼岸 事故博文 诸至世 因信我教 如实言 如是妙法 信听闻 因常念佛 而生喜 受持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那日 世尊讲完这部经 天界 以及世间 有一万两千个 十万亿的众生 得以远离尘垢 德法眼镜 二十亿的众生 正得了阿那汗果位 六千八百名比丘 断尽烦恼 心得解脱 而得入阿罗汉果位 四十亿菩萨 在修行无上菩提的道路上 永不退转 永不退转 以宏伟的誓愿 和无尽的功德 来庄严自己 二十五亿众生 得安于诸法之十相 而无移动之念的 而无移动之念的 不退转人 四万亿个 十万亿的百千众生 原本无意发愿成就佛道 此时此刻 发愿成佛 积极培植各种善根 愿往生到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他们也会全部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之中 并都将在一方世界先后成佛 佛号都是妙音 又有十方佛国之中 许多现在及未来注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些面见阿弥陀佛的众生 各有八万个十万亿位 他们全部得到佛的授记 终将证得无上菩提的佛智慧 这些有情众生 全都是凭借着阿弥陀佛 在素世中所立下的大事愿积累的功德的缘故 一定得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之中 当时缩婆世界之中三千大千世界出现了六种震动 并出现了种种稀有的极锐现象 放射出大光明普照十方 还有诸多天人在虚空中演奏美妙动听的音乐 随喜之声不绝于耳 乃自色界的诸天人也都听闻到 都说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那无数美丽的花雨从空中纷纷扬扬飘洒下来 阿难长老 弥勒菩萨 以及诸多菩萨 生文弟子 天龙八部等 遇会的一切大众 听闻佛的开示后 极大欢喜 信寿奉行 过了一段时间 苏佛世界三界导师 释迦牟尼如来 在王舍城 骑舍绝山中 与一千二百五十位 正德阿罗汉的弟子 以及三万两千多位菩萨聚在一起讲经说法 文殊师 文殊师利菩萨 作为上手弟子 坐在释迦牟尼如来的旁边 当时王舍城的太子阿舍氏为了早日登上王位 听从了提婆达多的挑唆 发动了宫廷政变 把他的父亲佛梭罗大王监禁起来 关在一座守卫孙岩的监狱里 并下令严禁臣民前往探视 他的母亲维提西太夫人 很恭敬爱戴贫婆梭罗国王 见那阿舍氏太子一心一意要谋害他的父亲 十分悲愤却又无计可施 只好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 把那酥油或者蜂蜜跟炒面调和后涂抹在身上 掏空身上的装饰物灌满葡萄汁 借着探望国王的机会 偷偷的带进去给国王吃 贫婆梭罗王吃了酥蜜炒面 喝了葡萄汁便要了水来漱口 漱完口后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 向着骑蛇绝山的方向对佛行礼 然后说道 尊者大木剑连啊 你是我的最亲密朋友 期盼您发发慈悲之心 来这里传授八观斋戒给我 贫婆梭罗王话音未入 大木剑连尊者如同苍蝇一样飞起 很快的来到了幽闭贫婆梭罗王的地方 天天如此给贫婆梭罗王受八观斋戒 世尊也派遣妇那当劳 来为贫婆梭罗王讲经说法 如此经过了二十一天 贫婆梭罗王因吃了酥蜜炒面 以及听闻了佛法的缘故 脸色祥和欢愉 精神特别好 过了许久 阿蛇世王来到囚禁贫婆梭罗王的监狱门口 询问看守说 我父王现在还活着吗 看守回答说 大王 国泰夫人身上涂着炒面和酥蜜 裸鹰宝罐里盛藏着葡萄浆 天天都送来给贫婆梭罗大王食用 沙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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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佛罗那也从空中飞来为贫婆梭罗王说法讲经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禁止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禁止 我们根本就不定 萬计 每天还不去死 随即守之利箭 准备去亲手杀死他母亲 當时有一个名叫月光的大臣 聪明而多致母 见状便与著名贤良医师齐婆一起跪在阿瑟士王面前劝见道 大王 臣等听婆罗门经典说 自天地行程开始 有时刻查的恶王为贪谋国家王位 尸杀的父王就有一万八千之多 但从未曾听说 有伤天害理去残害自己母亲的 大王如今要做这一件伤天害理的 弑杀孙生母亲一事 玷污了高贵的差地利王族种姓 我等实在不忍心见到这样的事在我身边发生 大王如果坚持这样做 那么就与那些卑贱的下等人无二无别 我们也就不便在这种地方待下去了 两位大臣说完 手按宝剑 倒退着就要下殿 听到这些话 阿瑟士王惊恐万壮 对齐婆说道 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齐婆乘机劝告说 大王 大王 请务必谨慎行事 不要去做那禽兽不如的举动 莫要杀害你的父母 阿瑟士王听了齐婆的话 十分惭愧 随手丢弃手中的剑 不再去杀害自己母亲的行为 随即命令宫中主管 将国太夫人软禁在深宫中 不准再让她出来 维提妻夫人被软禁后 面容憔悴 面向骑蛇绝山方向 跪了下来 请求道 世尊 从前的时候 您经常派遣阿难来慰问我 我现在 我现在忧愁苦闷架极了 世尊啊 您危高德众 我不敢奢望能见到您 但愿您派遣木剑莲和阿难两位长老 来与我相见 来与我相见 说完 您知道了 维提妻夫人心中所想 随即吩咐 大木剑莲尊者和阿难尊者 从空中飞到王宫 佛自己 佛自己则从骑蛇绝山消失 而在幽闭 维提妻夫人的王宫中出现 这时 维提妻夫人抬起头来 看到世尊的杖六紫金色身 坐在那百宝莲花中 木剑莲和阿难分别侍奉在他的两边 三十三天之主 试提环音 来自大饭天 以及其他诸天的天神 都在虚空中护卫 天上花雨 纷纷都飘落在了佛的周围 维提妻夫人见到世尊 连忙取下阴落观疾 五体投地 哽咽着对佛说道 世尊哪 我前世是做了什么样的孽 会生了个如此恶毒的儿子 世尊 您又因什么样的姻缘 与那恶棍提婆达多成为亲戚 希望世尊 希望世尊能为我推荐一个无忧愁 无烦恼的世界 我将往生于这样的世界中去 此毫不眷恼不眷恼的世界 这样恶浊的世界 这恶浊的世界里 糊液 但愿我未来投生的世界里 听闻不到邪恶之声 见不到邪恶之人 我在这里 向世尊行五体投地的大礼 求世尊大慈大悲 接受我的忏悔 和请求 唯愿如同太阳光一样明亮的佛法智慧 引导我观察 寻求一个清静的去复 唯提西夫人话音刚落 世尊双眉之间 放射出一道金色的豪光 那豪光照亮了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 这豪光又折射回来 笼罩在佛的头顶之上 变化出像须弥山的一座金台 十方诸佛的静妙佛国全部都在这金台之上交替显现 有些佛国的佛国 有些佛国净土是由金 银 琥珀 珊瑚 珊瑚 车渠 琉璃 玛瑙等七宝合成 又有些纯然是莲花构 还有的如同自载天王的宫殿 再有的像琉璃一样金银剔透 无数的诸佛国净土庄严之像 凭肉眼观看 连能清清楚楚 都让维提西夫人一一亲眼得见 维提西夫人仔细瞻仰 呈现出来的各个佛国之后说道 世尊 这些各种各样的佛国净土 虽然都清净庄严 也都有光明照耀 但是 我只喜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 为愿世尊告诉我 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当时 世尊随即开眼微笑 五彩的光芒从佛的口中射出 每一道光芒都照耀在 贫婆梭罗王的头顶上 那时 贫婆梭罗王虽然被关在牢狱之中 可是 心眼受到释迦牟尼如来的加持 无所蒙蔽 他以心眼 遥遥望见世尊 情不自禁 五体投地 自然之中 成就了不再来世间就可以脱离生死苦海的阿纳汗果位 这时候 世尊便告诉维提西夫人说 你知道吗 阿弥陀佛离我们这里并不远 你应当一心一意 仔细地观想那极乐世界 我现在为你详细地宣说各种方法 也让未来世的一切凡夫俗子 想要往生福国净土 不得顺利往生极乐世界 要想顺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应当修习三种福德 第一种福德是 孽子孝顺 供养父母 尊重 侍奉师长 心中长生慈悲 不伤害一切众生 不偷盗窃取他人财物 不行邪淫欲试 不说虚假之言狂惑他人 也不议论他人长短 不说乌言惠语 纳辱他人 不说那些华而不识 好人欢心的话语 对世间万事万物 不及任何贪念 保持心中的宁静 而不及称恨之念 心中也不要有任何邪知邪见 第二种福德是 皈依佛法僧三宝 对佛制定的各种借规遵守 行走坐卧都不违反法则 第三种福德就是树立 以臣服的远大理想 对因果法则深信不疑 顺读大成经典 劝勉修行人努力精进 这三种福德 便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要素 这三种福德 也是过去 未来 现在 三世诸佛成就福德的真正原因 释迦牟尼如来 告诫阿难和维提西夫人说 你们要仔仔细细地听 好好用心去体会 我现在要为未来世的一切众生 为被烦恼束缚着的人们 宣讲演说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阿难 阿难 你也应当仔细听我宣说 记住我的每一句话 以便将来为更多的众生 宣讲我所说的方法 我今日指导 维提西 以及未来世的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因为福利加持的缘故 你们还将亲眼见到 那极乐世界的清静庄严 就好比在明镜前 看自己的面貌一样清晰 又因为你们看到的极乐世界 种种殊胜事项 心中就会生起欢喜愉悦 即时就会证悦无生无灭的宇宙实现的无上智慧 佛又告诉维提西夫人 你是凡人 悟性和认知的能力都很弱 没有得到天眼神通 不能见到远方的境界 诸佛如来 会有办法可以帮助你 见到极乐世界 听见这话 维提西夫人问道 世尊 世尊 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 因为福利加持的缘故 可以看清楚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佛灭渡以后 那些众生在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和地狱 这六道之中辗转反侧 众苦煎熬 也毫无福德可言 那他们又借助什么方法 来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 佛告诉维提西 你和其他众生一样 都应当置心一处 集中意念 面面不离极乐世界 怎样想念呢 凡是要想修行 这一法门的人 都应该修持第一步 一切众生 只要不是生下来 就像太阳落山的样子 信念专一 而不散乱 看到那将要落山的太阳 好像那悬挂在空中的鼓 观想了 观想了末日形象后 无论是闭着 还是睁开眼睛 那末日形象不能够在脑海里 让你清楚明白显现 这就是日观 我们把它称之为初观 我们把它称之为初观 也要达到如日观一样 闭眼睁眼都清楚明彻 以免始终不分散 达到了这一程度后 就应当想念兵 那兵经营剔透 好比那琉璃 一与其中一 这兵经营剔透 这兵相应相完成以后 就继续响念那琉璃一般的大地 内外应彻交相辉音 那琉璃地下 有金刚七宝的金状作为支撑 这金状八方八楞 方方面面都是百宝构成 每一颗宝珠都发出千种光明 每一种光明都有八万四千种颜色 这些金状上的宝珠 光明好比七亿颗太阳发出的光 映照在琉璃地上 光芒耀眼 使人没有办法全部看尽 那琉璃地上的道路 用光金做成的绳子来交错桩点 也用金 银 琥珀 珊瑚 珊瑚 车渠 琉璃 玛瑙等宝物 来镶嵌装饰 整个景象齐齐整整 井然有序 每一种宝中都放射出五百种色彩的光芒 那光芒好似鲜花 又像如新月悬在那虚空之中 合成一座座光明的楼台 由百宝合成的千万座楼阁 又都分别呈现在楼台之上 那楼台的两边 各有百亿个花状 和无数的乐器作为装饰 在那光芒之中又轻缓地吹拂出八种清风 来奏响那无数的乐器 演奏出的音乐 都在宣说苦 空 无常 无我的至高无上的佛法 这就是水关 我们把这一步骤称之为第二关 我们把这一步骤称之为第二关 水关修行成功之后 用心去一一意念上述进入 都能清晰明白 不管是闭着眼还是睁开眼 都能够不让这些形象散失 除了师范之外 其他时都在观想这些 做这样的观想才是正确的方法 别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如此的观想叫做初见极乐原地 如果再静下心来 脑海中极乐世界的国土历历分明 却又不能够用言语来详细的描述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便就是地下 在本法门中被称之为第三关 世尊告诉阿奈 你对我说的法意要牢牢记住 为未来世的一切大众 为一切想要脱离苦海的人们 传授这个光地法 如果修行到能观想得这第三关的境界 就可以免除八十亿大劫的生死大罪 离开人世之后 必得往生到极乐世界 得到无碍自在的大智慧 依照我传授的这一方法修行的 就是正确的方法 若是用其他的方法 那就是习惯 那是不正确的 这一方法帮助到打败 那是不正确的 这四关的境界 明镇释 Glor 周济 那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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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觀想那極樂世界的,重重排列整齊的樹 那每一個樹高達二十多億公里 那寶樹之上的鮮花和樹葉 都是由金、銀、琥珀、珊瑚、車渠、琉璃、瑪瑙等合成的 那些鮮花和樹葉無一不圓滿 每一朵花和每一片葉 都發出各種各樣的寶光 這些千姿百態的寶光 和那琉璃色中顯出金色的光 水晶色中顯出紅色的光 瑪瑙色中顯出車渠光 車渠色中顯出綠珍珠光 以及其他珊瑚、琥珀 以及一切的寶物發出的光色 焦香灰影 相互折射 形成了五光十色的光幻世界 在每一棵寶樹的上面 都籠罩著重重疊疊的奇妙珍珠網 每一網間都有五百億個 華麗莊嚴的絕妙宮殿 那些宮殿的絕妙殊的程度 不一樣於 蘇婆世界大泛天王的王宮 那些天人的侍從童子 都逍遙自在地居住在那宮殿裡